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二者并不会相差太多 当一二半交接的时候 高知高中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兵户高中也紧随其后完成了交接棒 这个时候只见兵户高中和高知高中第二半选手都在奋力加速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 兵户高中逆转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 而高知高中则是第二个完成了交接棒 这个时候只见高知高中第三半选手已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很快就利用自己的各的能力逆转中到了第一的位置 幻而是兵户高中第三半选手的各的能力就会稍微差一些 当最后一半交接的时候 高知高中以较大的一四率先完成了交接棒 而兵户高中则是第四个才完成了交接棒 不过这个时候只见兵户高中最后半选手开始展现了超强各的能力在奋力追赶前面的选手 只见他渐渐追了上来 只见他在最后十个实现的逆转 最终兵户高中以43秒03的成绩逆转夺冠 而高知高中以43秒05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02秒 从前三半只排在第四的位置 再到最后的奋力连操三人逆转夺冠 只能说兵户高中这最后一半选手的各的能力真的太强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查尼 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